这下好了 全国人民的十一黄金周 在家宅的和堵在高速上的 全都刷到爱姐被卡头了 这个在热搜上挂了三天的卡头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简单还原下吧 十一黄金周前一天 鱼可爱和二顺妈妈搬回来原来的场地 重新拥有大草地的鱼可爱 非常兴奋 为了给千里迢迢来虫洞的游客 衣们值回票价 虫洞也是置办了一大堆玩具 给熊孩子们玩 有两位罪魁祸首多拉艾梦 手推翻斗车 小妈 等一下 这不是萌兰 做梦都想要的梯子吗 你们也太低估爱姐了 但凡爱姐断奶了 怎么也愿意看个升旗去了呀 很快玩具就准备就绪了 两个小家伙也很给面子 马上就开始各种盘 玩得不亦乐乎了 咱们爱里不里组合 和非里不可组合的核心人物 李奶妈也没闲着 一直在旁边观察着呢 这不 一发现梯子边角有务实啃食风险 就赶紧去拿走 还顺便躲过了爱姐的800个连招 接下来就到了叮当猫大型吃熊世界 其实第一个挑战叮当猫的是 咱们妈宝难与渴 钻进去后 雇佣半天啊 被卡住九九八十一次 有没有 有没有 噢 我的天啊 叮当猫难产了 爱姐在玩翻斗车 完全没想凯尔哥哥 一个沉浸是玩玩具 一个沉浸是自救 你们看可可的脑袋 在小洞口 静静出出 还挺轻松的是不是 还翻了两圈身子 注意看 这脑袋出来 还能带条胳膊 一会儿看艾姐的对比 你们就知道 艾姐脑袋有多大 好在可可临危不乱 最后在里面翻个跟头 调整胎位 顺利出声了 虽然艾姐喜提热搜 但是铺天盖地 都是嘲笑艾姐 艾姐非常不服气 卡头之前 现场的异门 可不是这么说的 都在夸我聪明的呀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之前可可第一次尝试 叮当猫难产 看有鱼可的前车之鉴 艾姐的第一次挑战 可以说是纵响丝滑 行人有水 但是吧 艾姐因为天赋太高 有点得意忘形 骄兵必败 很快就遇到了雄生挫折 这是艾姐第二次尝试 选了个难度极高的角度 叮当猫直接扣了过来 来了个泰山压顶 李奶妈健壮也是火速救援 看到李奶妈跑到飞起来的步伐 我们不难想象 奶妈当时有多慌 但是等到掀开叮当猫 看到艾姐的一刹那 又哭笑不得 又爱又心疼 又有被笨到啊 既上次做三蹦子搬家之后 又见艾姐被吓出狗叫了 你的报应就是我 爱爱我啊 被公开处刑了 一个使劲往里塞 一个拼命往外挤 艾里不里组合主打个 艾里不里是赢救啊 你脑袋到 明明天赋极高 结果最后掉链子成显眼包了 你说这半夜做梦都要气醒的呀 总结一下故事的开始 大家都很高兴期待宝贝们 见到新玩具的样子 故事的结尾在狗叫声中 一个全世界都知道 于爱今天卡头了的话题 冲上了热搜 故事的背后 于可于爱双双被卡 也双双成功过 艾姐丢脸的原因归根结底 是又降头又大 眼看艾姐这样的要命 不肯往回退 奶妈也人狠话不多 竖起叮当猫 交给牛顿吧 你还讲得过 地球引力不成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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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姐心想 吓死我了 我刚才以为是闹鬼了 原来只是吃熊啊 让我看看刚才谁笑我 就问你怕不怕 刚才笑了吗 艾姐会找你们算账哦 在找你们算账之前 先揍这个家伙 猫猫碎碎 只会看热闹的臭哥哥 此时远在天涯海角的公公 愤愤不平地表示 早就说叮当猫吃熊了 现在你们信了吧 这是我奶妈给我准备的风容玩具 叮当猫 她真的会吃熊猫 那天我想看看她嘴里有没有损损 我刚伸头她就咬我 还好我反应快 头拔出来 挥手就给她一个大鼻动 然后给她一顿胖揍 时候奶妈地上果果 和不停地安慰艾艾 再之后 二顺登场 因为听到了艾宝的狗叫 二顺妈妈眼神犀利 不乏威严地开始炸击寻场 真的很有压迫感 于爱性格独立大胆 这是我们爱她的原因之一 她敢于探索这个世界 她所经历的惊险 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相比野外的熊猫童年 熊猫妈妈会带她们感受危险 围观狩猎 让她们学会生存本能 而我们的鱼爱 在有爱的家庭 有爱的奶妈 有爱的粉丝的关注下长大 一定会雄生顺遂的